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笔墨写给你 但盼望快快的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第15节 愿你平安 众位朋友都问你安 请你替我按着姓名 问众位朋友安 那我很喜欢这第13节 他说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约翰跟该有的关系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他实际上心中有许多的话想要对他说 但是呢 他却不想要用写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做写的时候呢 不能够完全表达我们的感受 然后呢 他说但愿盼望赶快的见到你 我们就可以当面的谈论 我在想说真的是一个多美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关系 虽然我们相信老约翰跟该有很多的年纪上面的差别 但是在灵里面他们却是相同的 不知道我们这么常提 我们是不是有一样的属灵的伙伴呢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伙伴是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他见面 好好的聊天 好好的分享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 或是我们心中的一些难处或一些的开心的地方 我们可以彼此的带到 彼此的交流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 在我们这样的教会的这个size的时候 可能就往往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很多的见面的聊天 有些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往往来了以后就离开了 但是最近我也发现 回到实体的聚会人数虽然没有那么多 或许我们也可以放下角度 能够花一点时间 既然在实体聚会当中见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好好的一些的catch up 一些的分享一些的团聚 我们教会的牧长们也看到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九月份也会有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会提供一些简单的茶点 让弟兄姐妹可以在聚会后可以一些的分享的时间 那我接着看到这边是第十五节 他说愿你平安 众位朋友多问你安 请你替我按则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那我在思想就是说 事实上约翰他不是只是一个属灵的长辈 事实上他把这些弟兄姐妹都当作他的朋友 当作他属灵的伙伴 那他这样子的看中的心很有意思 他说还要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跟他们问安 我就看到说一个牧者的心真的是 是一个非常有爱的 非常有怜悯的 是一个非常纪念每一个羊的一个心 那这也是提醒我在教会的服事 是否看到人呢 还是看到了事工而已呢 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否也能够看见这些弟兄姐妹 看见这些人的可爱 然后愿意跟他们有建立这样的关系 往往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会常常会疏忽在教会 好像是教会的教友 那是真正的朋友的话 反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同事 或者是一些成长的长大的一些朋友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会的信仰的这些伙伴们 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起分担人生的苦与忧 还有喜乐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成为一个真正主义的家庭 不分彼此 然后呢 用爱心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相对 就好像老约翰面对该约说 真的希望赶快看到你 因为写的东西真的是不够能够表达 我怎样对你一个心 期待有一天我们都很期待的可以看到彼此 很期待的我们可以当面的谈论 很期待的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 用生活 实际的生活一起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交流